年輕人飆開出坐墊,因此因為風大把鋪架推倒, 幸好當時騎士騎士看到鋪架快倒下來了,馬上停止才會回答到。 騎士騎士騎到一半覺得前方有些不對。 傍斑是否停下來,果然前面一大片藍色色要不掉下來。 連同支撐的鋪架也全部打在路面上,這畫面實在驚悚。 萬一騎士沒有察覺,鋪架壓在線上,恐怖恐怕不開設想。 而一旦港幣地点就在班桥亚东地域附近 接着一次一位小鸟